你好,我是凯奇,欢迎来到凯奇国向再现 那么自2020年的3月份以来,国际象棋的所有线下比赛都已经暂停或者是取消了 但是时间到了9月份之后,由于这个疫情慢慢的好转 所以有一些比赛也慢慢恢复到了线下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周最佳精彩对局 就取自2020年9月份的德国甲鸡联赛的一盘对局 那现在呢,我想请大家先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的是两个棋手在棋盘前正准备开始比赛了 那么但是和正常的传统比赛当中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中间隔了一块玻璃板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玻璃板是干什么用的 那是因为两个棋手下棋下的太激烈,怕他们两个互相打起来吗 当然不是 那么这个板呢,就是为了阻止这个病毒的这个,或者是尽量减少这个病毒的传播 所以呢,现在的一些这个线下比赛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 然后来阻隔参赛的两个棋手 但是你可以看到啊,这个玻璃板下面还有一个小孔 也就是说呢,不影响双方的棋手,把自己的棋子吃到对方的这一侧去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盘对决啊,是2020年德国甲棋联赛 白棋呢,是来自乌克兰的这个棋手啊,叫做克鲁维什琴科 那么对抗的呢,是这个,来自荷兰的年仅21岁的特级大师啊,范弗里维斯特啊 那么这盘对决啊,虽然是两个2600分的特级大师走的啊 但是呢,仅仅24部啊,这个直黑的棋手呢 荷兰的这个特级大师就认输了啊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这盘棋发生了什么啊 那么白棋呢,走了C4啊,这个是英国式啊,这个C兵起步 黑棋呢,马F6,白棋马C3,黑棋G6,白棋E4,黑棋D6,白棋D4,黑棋向G7,白棋向E2,黑棋短一位,白棋向G5啊 那么现在呢,双方就下成了这个非常著名的古印度防御当中的一个变化啊 那么白棋的这个向E2,再向G5这个变化呢,也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威尔巴赫布局体系啊 那么阿威尔巴赫呢,就是现在你所看到的啊,这个非常慈祥的老爷爷啊 他是俄罗斯的棋手啊,今年呢,已经95岁,应该是今年已经98岁了啊 他也被这个评为是目前地球上活的最年长的特级大师啊 那么是这个今年98岁,非常年长的一个棋手啊 那么你可以看到啊,现在呢,这个白棋向E2,再向G5的这个变化 就叫做阿威尔巴赫开局啊 那么顾名思义,就是这个特级大师阿威尔巴赫啊,创造出来的 并且呢,他使用这个变化呢,也赢得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胜利 所以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啊 那么呃,现在轮到黑棋走啊 黑棋在这的时候呢,走了兵到C5啊 那么去反击白棋的中心啊 但是熟悉这个开局结构的棋手啊 都应该知道,白棋有一只象在G5 黑棋呢,在这的时候就不能够直接走E5了 因为如果直接走E5的话 在D1,D1,后D8,车D8之后啊 那么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就可以向F6,直接敲掉对方的马 那么在向F6,马D5走完之后啊 那么白棋的马在中心就是一个鸡双啊 那么F6的象和C7的兵同时都被抓住 而黑棋呢,却没办法同时防守这两个棋子 那么这样的话,白棋就会吃掉这个任意的一个棋子 比如说黑棋,王G7 那么白棋呢,马C7,这个A8车要被抓死 所以白棋就要夺子了 那么在向G5走完之后 黑棋呢,是不能走E5的 所以如果黑棋想要走E5的话 需要走马BD7啊 或者是马A6,先来准备一下 然后呢,再去走E5啊 那么这就是阿维尔巴赫开局的一个技巧 那么在对局当中呢 黑棋呢,是走了兵C7到C5啊 这也是古印度防御当中比较典型的一个走法 黑棋看到了他不能够走E5 所以呢,走C兵啊 然后同样是挑战白棋的第四兵 并且呢,准备打开这条斜线啊 那么白棋兵到第五 呃,占领更多的这个中心空间 并且封锁住局面 那么黑棋E6继续挑战白棋的这个中心啊 那么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 后到第二啊 那么白棋当然不会直接第一吃掉 白棋走了后到第二 那么黑棋E地,白棋E地啊 那么这也是阿维尔巴赫便利当中啊 白棋经常走的这个吃回第五的这种方式啊 那么呃,如果要是CD的话 当然也有人这么下啊 但是在局E8走完之后 这个E4兵啊 始终处于黑棋的进攻之下 并且呢,黑棋以后可以考虑A6B5 在后裔上反击 所以白棋呢,这个E地啊 目的就是和黑棋形成一个对称的一个兵型结构 不给黑棋在后裔上的反击啊 那么对局当中 黑棋呢,选择了向到F5啊 这部招法也是主流的变化之一啊 另外的招法呢 黑棋也可以考虑走G到E8啊 那么对局当中向F5 白棋马F3 黑棋呢,后到B6 想要制造一些后裔的反击啊 尤其是在后到B6之后 那么黑棋的黑格向可以和黑棋的后一起威胁B2兵啊 那么白棋马H4 然后去威胁对方的这个F5向 那么黑棋在这的时候走了马到E4啊 这个寻求局面的简化 那么对局当中呢 如果要是黑棋撤向回去的话啊 这个向的位置就不是特别好 那如果推到D7的话啊 这个马又跳不上来 所以黑棋选择了马E4 也是普招 那么对局当中马E4向E4F6啊 那么白棋呢 白棋走起F3去进攻对方的E4向 那么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黑棋是处于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局面啊 因为如果黑棋走不到最好的招法的话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局面马上就要差了 比如说你肯定不愿意退向回去吧 因为如果退向之后马吃兵吃 那么白棋不但拥有双向 并且黑棋的王毅兵型支离破碎啊 那么如果要是黑棋走后到B2 那么白棋在车C1走完之后 这个E4向还是有加难回啊 那么比如说你还是向F5 但是呢 在这个马F5之后啊 GF5虽然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少一个兵啊 但是白棋的这个局面非常的好啊 那么这个有双向并且黑棋的兵型是非常有问题的啊 所以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非常的有补偿啊 比如说白棋在这的时候后B2向B2之后 然后在GB1向C3 我们可以把王再藏到第一去准备王C2 然后B7兵 D6兵啊 还有F5兵啊 都会成为白棋的进攻目标啊 所以在F3走完之后 黑棋必须要走得非常精确 才能够不落下风啊 那么现在是整个对局的第13步 你可以先暂停一下视频 试着替黑棋想一想 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应该怎么走 好 你想好了吗 黑棋在这儿H6啊 来自荷兰的特级大师 21岁的范弗里维斯特 在这的时候走了H6啊 好棋 这也是唯一能够继续的 这个保持局面复杂化的一步找法啊 那么这个代替防守自己的E4 黑棋呢 冲兵H6来进攻白棋的G5向啊 那么白棋向H6吃掉 向H6吃掉 后H6吃掉 那么黑棋后B2好棋啊 正好打了一个时间差 因为在F6交换之后 白棋的后不可避免的吃掉了 吃到了H6去 那么黑棋的后呢 就可以趁虚而入 然后吃掉B2兵 然后来攻击白棋的A车 那么白棋在这的时候走了 车到C1 黑棋由于后到了B1之后 黑棋的后到了B2之后 可以向放到C2 那么这个向呢 就不用退到F5 不用被白棋的马换掉了 那么向C2之后 白棋呢 短一位 到目前为止啊 这个队局已经进行到了17步棋 双方呢 走的还都是普招啊 也有很多人在这个局面当中下沉过 在这个开局当中下沉过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但是下一步棋啊 这个21岁的特技大师啊 也许是因为这个走的太随意啊 或者是由于开局准备就到了这里啊 那么后面的招法 他走了一步 看上去非常有逻辑性的招法 呃 看上去是非常自然的一步招法 但是实际上啊 这步棋走完之后 呃 就已经要输了 就算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他了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走了 马到第七啊 正是这步看上去非常非常自然的出子的一步招法 但是却成为了一步败招啊 这步棋走完之后马上就输了啊 那么马第七啊 就是对局当中所走的招法 我们来看看马第七走完之后 为什么白棋马上就要赢棋了啊 那么现在呢 白棋还是要继续的对这个C2项施加压力 但是如果直接后第二退回去的话 想要把这个项抓死 但是黑棋啊 他可以通过后F6攻击你的H4码 然后让自己的后华力的转身啊 可以回到这个王毅去 不但抓死你的马 而且后再回到王前 可以洗到防守自己王的作用 你吃掉C2 对方吃掉H4 那么白棋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后第二是没有用的 那么白棋在这最好的招法应该是什么呢 你可以再一次暂停视频 然后替白棋来想一想白棋最好的招法 或者如果你想只是欣赏这盘对局的话 你可以继续的往下看啊 白棋在这的时候 GF2好棋啊 这部招法我把它称之为隔山打牛 虽然这个车台起到F2 不能够直接攻击C2项 但是呢 下一步棋啊 无论是向F1退回去 还是向第一 甚至是向第三 都可以把这个C2项给活捉啊 所以GF2是一部隔山打牛的一步招法 那么下一步棋就要利用这条横线 然后来抓死对方的这个C2项 吊住对方的C2项 因为对方的后还在B2 那么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没有特别多的招法可以走了 那如果你要是赶紧把自己的项逃跑的话 那么比如说项走到F5白棋的G4 不但不去吃你 反而还会抓死 G4之后这个项又被抓死了 那么如果你把后走开 走到A3不行 直接被吃掉 那么走到C3去 虽然你躲开了这条横线 但是直线还是掉着 那么项F1走完之后 这个项还是被抓死的 而且白棋的后在H6 始终保护着自己的H4 所以黑棋的后就不能够像刚才一样优雅的转身了 所以在GF2走完之后 黑棋并没有太多选择 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项A4 跑到这去 那么白棋项D1 黑棋后A3 对吧 唯一的保护这个项的招法 那么项A4后A4 那这样进行一个交换 你可能会发现 黑棋并没有少子 对吧 黑棋成功的解救了自己的项 并且跟白棋换掉了 但是黑棋最最最最头痛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局面当中 相信如果你非常善于观察 你已经找到了 就是他的后 离自己的王十万八千里远 那么这样的话 白棋可以迅速的在王毅上发动一个进攻 那么在这的时候走什么呢 那么来自乌克兰的特级大师 走了一步F4 这步棋看上去是一步准备的招法 看上去是一步非常安静的走兵的棋 但是正是这步棋 F4走完之后 那么这个对局当中 这个黑棋就认输了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F4一走 黑棋认输 那么可能你会觉得 哇 这个荷兰的特级大师怎么回事 怎么一个子不少 一个兵都不少就认输了 那如果你要是仔细的去分析这个局面 再去看的话 在F4走完之后 黑棋已经动不了了 没有任何的解招 你也可以试着来替黑棋想一想 然后把这个 你认为黑棋能防守的招法留在评论区 我也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究竟能不能守住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举几个变化 来看看黑棋 究竟能不能守 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马F6 把自己的马调动到王前 但是白棋马F5 直接跳上去 那么在GF后继5之后 打僵 比如说你现在在这儿 王H7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吃F6 或者最简单的直接去F3 这也是F4的目的 给自己的车做一个横向的移动 那么在这的时候 这个G到F3 我们把它叫做Rook Lift 中文叫做电梯车 这个车就像坐电梯一样 到了三层楼 然后准备GH3 将死对方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已经挡不住了 那所以马F6是不行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比如说G18 赶紧出车 也是不行的 因为在这个局面当中 比如说G走到E8之后 虽然你的王可以 在马F5 GF 这个后继5之后 再去逃跑 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那么白棋 马F5 GF之后 还是可以GF3的 虽然黑棋可以马F8 然后准备马G6 再去防守 但是在GG3 马G6 H4 H5之后 这个马也难逃 被抓死的命运 比如说你要是回后 想要去抓我的车 但是不行 因为我们的车还防守着 这条横线 就可以把你的后吃掉 所以在这的时候 下部H5是挡不住的了 那么所以G18在这的时候 还是有这个马F5的威胁 或者说如果你不想在这直接弃子 你也可以再冲兵到F5 继续的去通过换兵去打开线路 对方的王在这还是很危险的 基本上还是要输的 所以在这的时候 马F6 G18都不行 那我们再试试后A3 对吧 攻击这个车 但是白棋除了马F5之外 随时还有F4的招法 对吧 F4到F5的招法 攻击这个G6 那么黑棋在这的时候 也不能吃车 因为我们的后还防守着CE 所以在这的时候 黑棋 比如说在G18 白棋呢 在这的时候继续的这个FG 那么黑棋 FG 白棋 后G6 王走到这个H8之后 那么黑棋 黑棋王H8之后 白棋打僵 走王 打僵 那么比如说你在走王 然后在这的时候 马G6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威胁 那如果你要是王H7的话 后D棋 就可以把你的马给吃掉 正好带着僵 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走起F4走完之后 黑棋呢 就认输了 一方面 这个来自荷兰的特级大师 非常有风度 年仅21岁的 这个范弗里维斯特 非常有风度 但是另一方面 也可以看出 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是非常痛苦的 那么对于特级大师 级别的来 棋手来说 这个局面就已经 完全没有希望了 所以他就在这认输了 所以呢 这盘对局呢 就是非常精彩的一盘 这个古印度防御当中的 阿维尔巴赫 招法的一个 非常精彩的对局 希望大家喜欢 并且继续关注和支持 我们的凯奇国相在线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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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周见